国立台湾艺术大学是国内历史最悠久的艺术高等学府 设有全台唯一的雕塑系 校园内有许多雕塑作品 他们都是出自台义大师生或毕业生之手 创作年代由1969到2012年 呈现出台义大金与席的多元价值 我觉得应该是罗女吧 那个罗女广场的 罗女跟半边屁股的那个 就是那个罗女的雕像 就是那个广场现在这边 后面的罗女 罗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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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罗女吧 那时候是因为台义有艺术周的活动 然后我们的主题是牛牛 就找到外面的厂商 然后在罗女身上装一个 大概两公尺的霓虹装置艺术这样 然后觉得台义罗女是学生活动一个 常常被出现或是被装饰的重点 所以想要在上面玩一些花样 就是音量最深的是一个贩卖机 就是红色直接套在罗女身上 然后罗女的手就剩一只这样出来 我一个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是来台义大找我 然后就走到罗女那边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哦 这是罗女像 然后有时候带来的东西不见 有人捡到东西都会放在罗女那边 或者是就是变成一个事物照领处 然后我就一边讲 我就一边跳上去 准备看罗女手上有什么东西 然后就是要给他看 然后我就这样跳上去 我低头看 我自己的钥匙就在他手上 然后我就当场自己傻眼 然后我朋友也傻眼 他还怀疑我是不是我谁好 可是不是 就是那钥匙不见两个月 他就在那边 应该是有谁捡到 我就放那边这样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我来艺术大学之后 我觉得这里的 比较开放的地方 就是看到一个东西 你会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你可以去付诸实践它 就不会有什么限制 就是罗女雕像 它不会只是一个罗女雕像 它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 发挥的空间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求学阶段 就是会有一个 不同的历程里 会有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让你去记得它 我会觉得真的在将来 会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回忆 就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让我们这样子恶搞它 罗女雕的正式名称 是战利的少女 完成于1992年 她的作者是已故的 台义大雕塑系教授邱云 邱云出生于1912年 广东省郊岭县 20岁时进入杭州艺砖 修习素描 油画以及雕塑 毕业后不久便投身军旅 邱云老师是战后 第二次大战后 就是从大陆来的 那时候有几个 就是杭州艺砖 就是有学雕塑 那时候邱云老师就留在台义大 那时候的艺砖 教雕塑 所以她是台湾应该是最早正式的雕塑教育 所以有人说她是台湾雕塑教育的推动者 邱云自1964年开始任教于国立台湾艺砖 1983年退休后 她仍继续兼任雕塑科教授 前后执教长达30年之久 罗女像也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其实邱云老师的作品 并没有说很多 其实像罗女像这样的作品 可能是课堂上做的 或是自己另外找模特儿做的 她并不是就是市场型的艺术家 对这尊作品 她的来容去脉并不是很清楚 不过像这样类型的作品 通常就是那个时代 全国没展 全神没展 大概雕塑类都是罗女像 那我想这个是日本的那个传统 日展的传统传到台湾来 然后我们台湾就有一个 实际的流行这种罗女像 我的印象中 我父亲的作品都以写实的创作为基础 像这幅罗女像的话 依照实际的 当初我父亲有稍微提过 他应该是当初在校园里面 应该有模特儿 这个模特儿是实际的 裸体模特儿去做出来的 至于他的那个动作跟表情 当初我父亲是怎么设想的 可能这个他并没有很明确告诉我 但是因为他的作品 基本上还是以每个人的 当初的一个形态跟状况 去设想去设定 应该这样的就是 我要做一个裸体的塑像 找来model 然后把一个姿势就做出来 当然这一边做 你看有什么含义 你就一边做 一边就是赋予作品一些想法 或者是比较有生命力 还有这样的方法所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爸对作品的命名 应该都是以比较直觉的方式去命名 像之前的他做的 我们家那只小狗 他的名字就叫小黄 所以他有时候要命名就直接去命名 他没有去刻意去想一些比较特别的名字 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战利的少女 可能是以直觉的看到的一个形象去命名的 因为印象中并没有特别 我爸也没有特别去强调说 他对于作品命名的方式跟原则是什么 我觉得还不错啊 就是学生可以跟艺术品更有互动 然后也变成一个蛮有标志性的东西 我觉得蛮创意的 就是会给那个雕像本来就是 一看就是会有一些变化的感觉 觉得还蛮有趣的吧 很人性化 不错啊很有创意 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我觉得很可爱 很好啊就是因为很多 就是我多人职的很多艺术都是不可被触碰的 那他被用为他可以被各种各样的在创造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是觉得在艺术大学这样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有点反应时事的状态吧 我觉得这就是台义校风的一种表现吧 就是非常创意 蛮有趣的 事务找你另外一个方式 让人家比较好 知道因为大家平常东西掉也不太会去教官室找 算是大家就是压抑下的一种书法吧 就是一种幽默的表现 我觉得蛮可爱的 就是就雕像让他没有这么死板的感觉 然后能够随着季节或者是节庆有所不同 我觉得蛮好玩的 这件作品好像已经融入我们台义的学生的生活里面 常常有人在前面烤肉给他看给他吃 然后也有人就是帮他装饰啊什么的 我觉得融入生活好像还不错 我倒是不会觉得说有什么对作品不尊敬啊这样的感觉 只要就是把他装饰完了再把他清干净就好了 学生会这么做 我是觉得说因为他设置的时候啊 他的那个高度比较低 所以让我们觉得他很亲和 如果是以前或是西方他可能把他摆高一点 然后让他有一点纪念碑的话 可能你就很难亲近啊 然后刚好他的那个高度比较低 所以会造成学生很喜欢去装饰他 我们是非常非常乐观起来 而且学生有任何的创意 需要用到我父亲的作品 在校园里面我觉得都可以去尽量的使用 因为为了这件事情 我记得还有一位老师还打电话问我说 可不可以 那我基本上我是觉得绝对没有问题 雕像本身是死的啦 那各位学生的一些创意都活着 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驻足在观看 或者是有一些很创新的意见 让大家有引起共鸣 我觉得这个对推广艺术 或是推广一些的作品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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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